果然是猫腰 真坏腰 亏我还想跟他做好朋友呢 如此阴度 实在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去哪儿找他呀 你的头发 帮你去梳头吧 我明白了 他给我梳头 是为了拿到我头发去造梦 如此阴度 太无缝了 我的头发还能追踪 你的每一根头发都是我的 你个坏药 留盈救你 清烟放你 你为何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 我没有恩将仇报 我只是想帮我妹妹报仇 但是 我没有伤害秦烟 还无你可没有伤害他 那 那你为什么要夺他云神 云神 梦魇大法 只是昏睡几日啊 看来 你并不懂 是谁教你这梦魇大法 是谁教你这梦魇大法 雪天雪 他 他怎么 千姬新火雷 千姬新火雷 这是什么呀 这梦魇之人非常狠狠 已让他魂飞魄散 我们的线索 又多 龙王 清军 怎么了 雪天雪找我问了好几次 关于他被罚之事 我翻查了所有的记载 还是被我找到了 清清和雪天寻啊 他俩有缘无分 是万万不能结为爱慮的 为什么 雪天寻的天孤星之法 竟和清雪鸟之法有关系 原来 雪天寻是天孤星 清清是清雪鸟 这事 我可不方便说 雪天寻是你的好友 而且这事跟你厌有牵扯 还是你去说比较恰当 我可把这事告诉你了 说不说 在你 我可不方便 我可不腹 大胆忧逆 连我昆仑派后山都敢来 神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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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由分说就要把我杀了 我用本座做什么坏事 各位 这位姑娘是本座的好友 可否看在本座的面子上放她一拿 什么姑娘 分明是鸟妖 你 阁下一身仙气 又自称本座 因为天界上仙 却为何要护着这鸟妖 虽是妖 但正心修炼日久亦能成仙 别以为你是仙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昆仑派斩妖触摸是替天行道 你若施法干涉人间捉妖 亦是触犯天条 你 你看到没有 他们昆仑派就是这样 不讲道理 此妖偷入我昆仑派后山行计可疑 若现在不出 等将来违惑那就太迟了 本座在人间施法是会触犯天条 但我不动用法术一样能收拾你 今日我一定要带她走 votre WORLD 优优独播剧场 等히 marked 好 小溪 不要 小心 原来这个霸儿是天类皮的 你也想起来了 我只是那海中闪现那些片段 难道我们千年前就认识吗 是的 是的 是的